我们再来看到市场方面 横止在接连下跌了四天 创下了月内新低之后 今天早上终于是见得反弹 那么8月是即将进入到了下旬 接下来板块的轮动会有怎样的逻辑 下个问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交易国际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李俊慧 戴比 戴比下午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看到现在今年余下值 还剩下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您觉得还有哪些板块 可以持续获得资金的追捧 另外投资者是否要来重点 来关注一些政策扶持的行业 就比如说近期热门的芯片 或者是新能源之车之类的一些板块 好的 其实从最近的市场情况来看 我们是觉得整个的一个恒生指数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盘整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 但是在这样一个格局当中 结构性的一些方向 尤其是政策方面的指向 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相应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认为今年的一个下半年 至少从短期的一个季度来看 确实是应当重点关注这些政策扶持的行业的 那比如说像电信 像半导体 还有通信设备这样子的一些行业 那在分具体的这种细节的板块来看呢 可以看到电信的这个光伏行业这一块呢 由于今年上半年一个归料的价格上涨的涨幅是比较大 那造成了一个下游利润的一个大幅挤压 开工率也不是很高 但是目前看到的话 整个归料的下格已经开始逐步下调了 所以我们认为开工率是有望逐步恢复的 那电池板块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新能源车 不管是境内还是海外 整个的一个销量呢是持续超过预期的 那新的一个整车厂的新车型也是在密集的推出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块的一个景气度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再叠加另一方面 政策呢也是在持续的去推动一个新型储能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觉得相关的产业链是具有一个新的催化剂和长期的持有价值的 那半导体板块呢就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一个是由于政策的支持 科技强国的这样一个概念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现在一个缺新的状况 仍然是比较严重的 在叠加近期的一个东南亚的这样一个疫情的一个反复 所以呢我们觉得一个缺新的持续时长 可能会超过市场的一个预期 所以行业的话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相关的一个景气度 另外通讯板块方面的话呢 我们认为上半年的话 一个整个5G的一个建设项目完成全年的一个比例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那现在像中移动啊中电信这样的一些公司呢 也是release了他们的一个中期的一个业绩报 那我们是觉得下半年呢 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另外呢根据电信公司最近的一个新的招标的情况来看 我们也相信未来国产设备的一个占比 也会持续的一个提升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看法 谢谢 那我们看到科技股也是陆续公布了业绩啊 股价呢更是从高位大幅回落 那现在是处于估值低 比较这个挖地阶段的投资黄金期望 还是说您觉得有更好的机遇 还有就是部分的企业增长逻辑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明白了解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觉得最近呢科技公司估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呢 主要还是由于受到了一个互联网反垄断 以及大数据安全等监管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那由于目前政策环境的一些变化呢 我们认为估值逻辑确实呢 会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下修 那所以呢相关的这些公司跟历史的这种估值来比的话 确实也是有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但是呢我们也相信 在这种政策的监管的结束整顿之后 那合规的这种业务 或者是符合整个国家政策长线发展的这一块的话 仍然是具有比较好的增长空间的 而且是在这一过程当中 整个基本面优良的这些龙头公司的话 应该还是能够跑出来的 强者很强 这是我们的观点 谢谢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前景展望啊 您觉得这个市场接下来还将会要关注到哪一些重点的行业 而整个的投资逻辑您觉得是怎样的呢 可以看到其实本月末的话呢会有几个大事发生 那最大家比较观望的可能就是月末的一个全球央行的行长联会 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的这一个情况下来看呢 市场的一个谨慎观望的情绪其实是比较浓的 那投资人呢也是在关注美元出主席这边会讽会在会上 预示一个收水缩表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动作 那也看到就是近期港股其实也是从高位回调有了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下跌 那近期的一个高估值的成长板块呢 又呈现跟今年三月份左右一样的类似的情况 再度受到一个压力 另一方面呢 再叠加就是近期阿富汗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事件 那就再加上疫情的一个反复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这个疫情 那变未来变种病毒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应的像航空啊 餐饮以及旅游这些板块 行业的话短期内再次受到压力 所以呢就如之前我们讲的这样子 我们是认为接下来应该去关注受国家政策支持 并且本身呢也是具有比较大发展潜力的高端制造业板块和国防安全的板块 比如说像光伏锂电池半导体这些 以及呢我们觉得是跟整个的一个国民健康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像运动服饰或者是说美妆日化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我们觉得在这些板块里面呢应该会有更多的一种机会和更好的一些标底 来获得一些超额收益 谢谢 在一些个别的板块还是会有机会啊 但是大家还是要警惕在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Debbie这一时段和我们的电话联系 谢谢您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